你好,我是犀牛 安省已经从9月22号开始实行疫苗证明 与此同时,安省政府更新了一份重要的指南 对已经在境外或安省以外接种了疫苗的人 是否需要重新接种,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在加拿大的你或你的朋友 如果已经在中国接种了国内的疫苗 那么这份文件很重要 文件说,如果你在安省以外或加拿大境外接种了疫苗 那么你需要首先通知本地的公共卫生部门 将你的COVID-19免疫记录或凭证登记到COVAX ON系统上 如果你已经接种了一剂COVID-19疫苗 但是这种疫苗没有经过加拿大卫生部的批准 那么你需要额外接种一剂mRNA的疫苗 这种疫苗必须间隔28天后再打 这里有一个例外 如果这种未经过加拿大卫生部批准的COVID-19疫苗 你已经接种了第三阵 那么你就不需要再接种额外的一剂了 如果没有完全接种任何一款 未经加拿大卫生部批准的疫苗 那么你就需要额外再接种一剂mRNA的疫苗 这种疫苗同样需要间隔28天后再打 文件列出了多款中国疫苗的具体情况说明 包括科兴、国药、明海生物科技、康希诺、安徽制飞龙科和台湾的Maligan疫苗 在这些疫苗中 只有国药和制飞龙科的疫苗打了三针后 不需要再额外接种一剂 各位朋友 关于这份文件 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在下面说说你的看法 另外 如果你想看文件的全文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回复给你PDF的链接